好了兄弟们 今天我们就完成最后一个 圣遗物boss挑战 打过了头子王严大厨 很多兄弟想看恶魔 没有问题直接开稿 咱们接下来的茶杯头内容 就搞轮盘挑战吧 还有很多的mode可以做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全员黑话也给大家做了 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吧 如果有请在评论区大声地告诉我 OK圣遗物护符挑战恶魔boss 开稿 这次我们还是不放技能 不放大招吧 就纯靠圣遗物护符打过去 追踪弹伤害太低了 换 急速弹 试一下 急速弹是可以急速的 大家看 如果全部打中的话 伤害也是很高的 驴蹄子攻击直接来个烟闪 哎呀差一点呀 螺旋弹 这个也不错啊 只要站到合适的位置 这个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 就是这个小怪好烦人呀 逼我走位 看来这个子弹没法用了 咱们就换爆裂弹 我还是挺喜欢用的 就是这个爆裂弹 它不能直哪打哪 哎呀 豆子弹 豆子弹虽然好用 但是它的射击角度非常的刁钻 比非常准确才行 这个阶段要经常用眼闪 所以说子弹会来回的换 豆子弹也不错啦 反正这个飞头术也不好打 咱们就以躲避为主 但是也不用给我来个吊射弹吧 啥也打不到 你们看 这距离也太短了 射不到啊 哎 这样可以啊 蹦蹦跳跳就能打到了 哇 终于随着散弹了 我的最爱呀 咱们尽量不换子弹了 看我能坚持多长时间 完了呀 刚说完就要躲弹幕攻击了 我的嘴是真的臭啊 完了 要挺不住了 要花子弹了 第一阶段打过去了 可以可以坚持住 哦耶 到目前为止 咱们一条命都没有损失 还多了一条命 四条命了 咱们争取无伤通关 不是吧 第二阶段你给我来吊射弹 这不是找死吗 哎 等等 吊射弹打这里好像还挺好打呢 咱们来试一下 说不定又发现一个吊射弹 可以打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果然可以啊 你们看啊 距离可以 但是不好用 坏 我还是喜欢发射速度 比较快的子弹 因为我就很快 我记得这个地方 螺旋弹好用啊 咱们就用螺旋弹 多打一会儿 哎 格挡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火盆的颜色 和这个螺旋弹一模一样 是不是设计师偷懒了呀 那我追逐你的偷懒行为 咱们多打一会儿 让大家多看一会儿 哎呀 一不小心就没了呀 无伤 不过还好 我们还有四条命 应该可以打过去吧 怎么着都能打过去吧 我就是合着眼睛 四条命也能打过去吧 请相信我的死力 哎哎哎哎 差一点就被这个骷髅打到了 其实这个阶段 这个爆裂弹不是很好用啊 不能直哪打哪 关键时候就容易少命啊 先把这个小妖怪打掉 完了 左边来一个 哎呀 光注意小妖怪了 没有看到这个风车 恶魔之鸟变得风车呀 螺旋弹 这会儿可以用一下 哈哈 不过这个螺旋弹 打这个小妖怪不太好用啊 咱们换成回旋弹 回旋弹不错啊 有点像豆子战 但是比豆子战更加灵活 它打的范围更大一点 什么情况啊 怎么还没打到下一个阶段呀 我感觉我已经打了 很长时间了呀 nice啊 终于把恶魔打哭了 哎 躲一下这个小骷髅 最后一个阶段就简单了 哎 哎哎哎 什么情况啊 刚才怎么没躲掉 哦 还剩最后一滴血了 哦 吓死我了 还好最后一个阶段的血量比较少啊 那么用圣移入护符挑战专家恶魔 完成了 看下最后的评分 应该非常低啊 因为咱们的HP比较少 也没有放技能 也没有放大招 大家还想看什么挑战 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 或者是看什么mode 最后的评分是个B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拜拜